庄职财议员则是对于花联区渔会渔业发展与排卖场地 以及矿10岁的征收花联县府白素体进行探讨 并且希望花联县府能够在7月送交新版的自治条例到议会进行审议 花联县议会定期会第二天 首先是由庄职财议员进行质询 他对花联渔业的发展观光渔港营运规划 以及渊民处将再投入4000万元活化花联阳光电程 但十几年来都没有成功强烈咨询 为什么我们会败诉 为什么会败诉 因为业者你一下子把人家提升到7% 70% 所以业者到行政法院告我们花联县政府 那招等行政法院判决我们县政府败诉 那上次到最高行政法院招包围 也是包围就我们去定议了 来我们来看法院的判决书 他主要有几点 自治条例法条被宣告无效 县火新版的自治条例查案送了没有 现在是议议会我没有看到 没有送嘛 因为你记得法律已经被法案宣办无效 所以因为这个矿户税 是我们县政府财经会的财库的来源 非常重要 这样细发呢 但是今天已经先办无效 而且我们基督的条例到7月已经到齐 今天那是定期未免 你把草案都还没有送进来 都还没有送进来 对不对 我以为我们没有看到 叉叉啦 地方税法通责的部分 有关于特别税和临时税 属于地方政府完全自主决定的课税 而在这里这是我们立法的部分 那另外刚才那个委员 这个议员也有说明 其实在中央的立法院 对于我们花令县政府的矿石税 有开过专案来讨论 对于行政机构的财政部 也对于这个部分 对于花令县政府提出我们 这个地方矿石税的部分 这个部分他们也同意 而且是合法合理的 所以这个部分除了立法和行政里面 这个是完全都合法合理 而且它的初衷 还有它的本身的核心价值 都是为地方来争取 财政还有开源 所以现在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司法的部分 来判定的部分 其实就违背了地方税法的通则 今天最主要是矿石税的问题 因为矿石税已经被行政最高法院判成判成确定定议了 那到今天县政府还在继续申说是维法的 所以对于这些税款应该要退还给业者 而且要送新的知识条例进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明年的预算 因为这个矿石税是我们花令县政府最主要的财税的来源 到今天你新的条例还没有送进来 8月份要编计预算来不及了 所以我在这里建议我们县政府 赶快编定新的知识条例进来 一并把这些还没有合计要怎么处理的案件 也一并来议会来审查 来沟通 来团结医师来解决这个事情 庄之财议员也指出 花莲的观光规划往往都缺乏通盘计划 反观高雄市在短短10年间 就创造出了许多地景地貌 都具有国际性观光发展的设计理念 他深知识可供错 花莲县政府应该要好好学习借进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